华联县南区退休公教人员协会 鼓励银法族走出户外来参与休闲活动 办理了新春团拜继欢乐老顽童的趣味竞赛 今年协会又有十几位的新进退休公教人员加入协会 他们都表示非常期待自己的退休人生 华联县南区退休公教人员协会 鼓励银法族走出户外参与休闲活动 办理新春团拜继欢乐老顽童趣味竞赛 有120位乐龄长者偷圈圈玩监狱玩蝶子 大显身手架势十足 沉浸在童晚世界里头 充分展现开心又乐活的老顽童精神 里头的竞赛项目简单有序 让老人家主要手脚还能动的都能够一起参与 然后在这个新春的开始能够有一个很愉快的休闲活动 让大家情感更加的交流 这个心情深心灵更舒畅更愉快 现场不仅仅看到救会员们玩得很开心 也能看到今年的新进退休公教人员来加入协会 他们都表示非常期待退休人生 退休之后我们时间上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着参加退休协会 跟大家一起联礼 或者是找有些机会可以继续为社会提供我们的经验 华丽南区退休公教人员协会表示 希望引导引法族参与健康休闲的活动 享受欢乐时光 借由趣味竞赛活动的方式来疏解长者心情 让一群老顽童能够有机会齐聚一堂 玩乐欢笑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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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